今日股市有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 有老凤翔冠名播出的 今日股市 我是李星 在上海文化各位 今天市场呈现出的是 一个全面调整的态势 尤其是在赛道这个方向 创业版则是继续创出 阶段性的新低 整个市场的情绪 也是比较差的 赚钱效应不过就14%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到底还有多少空间 是不是能够去止跌 毕竟主板这边下边 还有60天线 半年线还有年线 咱们来看一下市场的表现情况 上市指数 今天收在了3226点 跌幅是1.12% 但是成交量你看 其实也并没有萎缩 所以也还是一种 就是在不断的 就是下跌的过程当中 去筹码 去交换 去放量的过程 那么前低呢 其实在3216点 今天虽然没去碰 但是呢 也是比较危险的 下方是60天线 半年线 还有年线 但是大家普遍呢 是把3200点 这个位置上看的 还是比较重的 因为如果说 这个平台失守的话 那是不是意味着啊 可能会加速跌 或者说是有一定的 向下的调整的空间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创业板这边啊 主板呢 还横得住 毕竟有一些中字头 但是创业板这边呢 则是这个 持续的在调整啊 今天是1.51%的跌幅 成交量方面呢 依然没有缩量啊 1857亿 上证50也在继续下跌 而且上证50呢 是把60天线 半年线年线 其实全部都失守了 上证50已经跌了 0.97% 同时还是放量的 今天上证50 有573亿的成交 科创50啊 今天盘中一度还努力过 但是最终呢 还是以下跌报收的 最后跌了1.48% 中证500 1.35的跌幅 中证1000继续下跌 1.67的跌幅 而且中证1000呢 已经把前天的 那个低点击穿了 国政2000啊 跌了1.69% 也就是说 其实小票在这个阶段 也都是比较弱势的 在微信平台上 和大家糊弄的话题 指数是全线走低 短期是否仍然会 进一步的调整啊 其实主要就是看 3200点这个位置上 能不能守得住了 大家如果认为能的 选A 选B 如果认为不能的 咱就是选A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在这个整个 今天指数的一个 收盘的情况 还有一些数据的总结 指数层面呢 今天全线都是 绿盘报收 然后在成交量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三市的成交额是 8456亿 涨停加数啊 只有18家 但是跌停加数呢 也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今天是5只个股跌停 在SG个股呢 是5只涨停 8只跌停 最后我们看一下 赚钱效应吧 14%啊 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数字了 那么咱们就来听一听 三位嘉宾 看看怎么去分析 今天市场的这种全面的调整啊 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呢 有两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是杨敏 还有徐希瑶啊 另外一位呢 是李鸿宇啊 也欢迎李鸿宇 好 咱们先来听听杨敏的观点吧 怎么看待今天的这种 全面的调整啊 所以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向下去 打开空间 通过什么去研判 好的 今天其实算是一个 个股和指数的全面调整 那么前面主持人是提到 赚钱效应大概是在14% 也是一个短期内的一个 比较低的一个赚钱效应 同时的话呢 今天我看了一下 就是总共两是一共 5000只股票左右 由4300只是下跌的 就其实整个情绪是非常低迷 那如果说放在 平时的周期里边的话 其实已经今天可以算是 一个情绪的冰点了 那么但是就是我们现在 其实要确认的 它是在一个正常的 相起周期 还是说重新往下打开空间 那么其实最近也是受到 海外银行这个风险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所以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拖累 但是现在市场就是担心的是 它是个别银行的一个拖累 还是说会进一步放大风险 那么这里其实就到了一个 临界点 那我今天看了一下 大概是在四个维度上的 一个临界点 那一方面就是情绪 那我们前面也是讲过 今天是到了一个冰点 只是一个就是正常 箱体范围内的一个 情绪冰点 然后第二块的话 就是时间 我们看到上段指数日线这边的话 其实最近几段的走势 都是非常的 时间窗口都非常吻合 第一段下的话是调整13天 然后第二段反弹是上涨21天 然后最近这段箱体 它是一个扩散三角形的一个箱体 那么一共演绎了 到今天是34天 然后这是时间上 其实是也到了一个临界点 然后呢 这个结构上也是 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喇叭口 这样的一个这个扩散三角形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五段的喇叭口 然后最近是打了一个低点 然后这个低点又是正好打到了 一个上行趋势线这个位置 也是到了一个临界点 而且是打到上行趋势线反弹之后 再次回踩 然后这是第三个维度 第四个维度的一个临界点 就是在于K线组合 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箱体里边 就是出现的K线组合 只要是有下影线 那么第二次 再次考验下影线之后 往往后面是回升 那么今天其实和昨天的 这两根K线的一个组合 就是先是有下影线 然后今天再次考验 所以就是从时间也好 结构也好 K线组合也好 还是情绪也好 都是到了正常范围内的临界点 那如果说就是明天回升 那么其实还是回到了一个箱体范围内 但如果说明天下行 那么可能就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说这个海外的一个影响 对我们来说会导致风险级别的一个扩大 我觉得还是要做好量手准备吧 就市场要在这个位置上 要看明天是做出怎么样的一种指数性的选择 对 是吗 但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来看 你刚说到情绪的冰点 就以前我们看到确实手天转天效应上 比如说各位数这种叫情绪的冰点 另外一种就跌停的加速 但是你会发现就这一段时间 当然涨停的加速它很少 但跌停的加速也很少 你觉得这怎么去看待 算是情绪的冰点吗 就是从这个角度上确实不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板块也是在 就是还是在继续高 对就没有调整过 这一波 所以就是我觉得从这点来看 就还有一个就可以反推的 就是如果说明天这位置止不住的话 那么对于一些没有调整过的板块 是需要小心短期的这个调整的风险 就整个这一波市场就指数能够红在这 其实大多数的股票都是弱的 其实我们看国政2000或者中政1000就非常明显 整个这一波这两个指数也都是一直调整的状态 那创业板自然就更弱了 换言之就是其实就是很少部分的一些品种 就是中字头和数字还有部分的智能 撑在这个地方上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李鸿雨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怎么看啊 就是前低这个位置也很接近了 大家就是担心啊就是一旦失手了之后 往下就打开空间了 你怎么判断 好的主持人 其实我个人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一点 因为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哈 就是我认为呢近期市场的一个波动吧 其实是对海外风险事件的一个情绪上的反应 但是这个情绪上的反应呢 其实背后它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利好的积极的因素的 比如我们讲啊海外风险暴露之后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新闻近期关于这个各方应对的措施 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比较积极的 表态也是比较正向乐观的 比如我举个例子哈 比如啊有的是表态说我们要保障这个储户的利益 第二个呢就是我提出新的一个流动性的补充计划 甚至今天啊某个国家还提出就是国家银行去 无条件去支持某一个出现风险事件的银行 去做一个流动性的补充 这是一个积极应对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美联储加息这个事情 是吧 那么海外的风险因素出来之后呢 就会迫使美联储在抗通胀和防止金融危机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从目前的市场的一个普遍的一个预期来看哈 这个美联储三月份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啊 实际上是已经大幅的减弱了 甚至有的观点明确提出来 三月份可能美联储就不加息了 那么第三的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积极因素 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经济数据昨天是公布了一二月份的吧 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我们的这个经济还是呈现一个复苏的一个状态 没有这个出现系统性风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所以基于上三点吧 我个人认为呢我是比较乐观的 我甚至认为呢就是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偏好的一个见底 那么就会在近期出现 所以三向二百点也好 我认为这个跌穿的可能性 至少在短期跌穿的可能性 我觉得不大 那其实从不同的角度 就是你觉得这个位置上咱没有太多的风险 对对对 只是一个风偏的影响 对因为情绪它交易了嘛 对那我问你啊 就是你觉得市场有东西可做吗 还是有的 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热点 热点它一定有 咱五千多只股票呢 对对对 就每天总有一些热点 就是你觉得能够形成大家信心和做多情绪的方向 你觉得有吗 我觉得有的还是有的 主要就是我个人认为呢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海外的风险的实现出来之后 这个不可怕 只要是有积极和有力的应对措施 那它的这个风险的情绪蔓延一定会被遏制住 那么这一点就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催化因素 那么其实大家如果今天下午去看一下 这个外盘的一些开盘情况 你会发现欧洲的股市表现实际上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积极的因素 它一定是存在的 能够催化我们市场的以下的情绪的 好 就是影响了风篇 对对对 好 我们再来听听学习要怎么判断 你对这个位置上的市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的判断是什么 因为我比较偏向于每天的盘面的变化 那我就讲一下盘面 分三类 第一个是最强的 第二个是最弱的 第三个是属于中档值的 属于这种缩量跟指数调整的 我觉得第一个最强的无非就是咱们的这个数字经济和这个低估值的央企 这个礼拜的话 其实我们呈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啊 就是这两个逐线一天一变 一天一个 一天一个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持续性 但是在之前的话 其实在上周或者再往前去看 一般来讲的话都是有持持续性的啊 所以以最强的这一类来讲的话 在这种连续的异动之后 它虽然能够创前期的这个平台的高点 但是每一次创高点之后 它都是打不出去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资金位高的一个这个情绪的一个体现啊 所以这是最强的盘面我们能看到的 第二个就是最弱的 最弱的话 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看到的是这个 以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整车的一些这个价格战的一些这个影响 所导致的一个向下 那在在在前天的这个盘面当中 其实有过这个情绪的修复 但是这两天非但没有延续这个反弹的情绪修复 反而继续创新低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也就意味着最弱的这一块 它的这个止跌的这个情况来看 也是不及当下市场的一个预期的 而且今天还扩散到了整个光伏 当然有消息啊 整个光伏的这样的一个向下的一个中阴线的一个调整 所以整个这一块的这个调整 不管是从空间还是时间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 这里去做多的这个资金也会选择这个观望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 一般的话基本上我们是以消费 以周期为代表的一些一些是个相关的品种 那么消费和周期的话 从这个调整的时间和调整的空间来看 相对于这个坠落的来讲 可能调整的更小一点 但它的调整的目前的一个状态啊 其实基本上是一个这个缩量的一个音笛调整 而且从空间的这个位置来看 目前也没有看到这个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见底的一个迹象 所以如果我们去做这三个问题的一个这个思考的话 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要想一个问题 就指数现在是到了六十均线附近 但是如果说这里要去做反弹 我们买什么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买点或者没有新的板块 去做这样的一个异动的话 可能指数在这里的话 要么就两种走势 第一种的话是在六十均线附近 匆匆的去做一个弊段的反弹之后呢 很有可能后面还会有一个风险释放 做这样的一个这个C段 第二种的话就是在这个位置 六十均线位置的话 干脆就直接跌破 直接去杀情绪 杀完了之后的话 才出现这个真正意义上的 这样的一个反弹结构 所以我觉得指数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更多的还是去考虑这个盘口 或者说整个板块的一个变数 可能会更大一点 技术上来讲的话 六十均线这里是有支撑的 那么现在就是我说的就两个走势 就是反弹之后 其实也是减仓的一种走势 第二种走势的话 就是这里继续杀情绪 杀情绪杀完了之后 才真正开始意义上的反弹 所以我觉得做好这两种准备 仓位上的话 肯定要稍微做好一定的防御就可以了 好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板 整个这一波创业板肯定是最弱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赛道 就是新能源品种的持续调整 那么今天是光伏 当然光伏也是跟盘中有一些消息有关 但实际上整个这一波 就是新能源从筹码的角度来讲 包括对于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预期来讲 确实是有一些变化的 那走到这个位置上 杨敏怎么看 还有更大的空间吗 怎么去看待 首先我们就先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 我今天是带了一张月K线 就是我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时间上 基本上是差不多到位了 但是今天是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上涨34个月 调整到本月是21个月 正好是快接近窗口期了 那么可能下个月就到窗口期就起来 但是呢 短期如果从日K线上来看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 单日加速下跌的这个情况 那么可能会在短期 有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是从技术上来讲的 然后另外一块呢 就是从创业板的 就是集中度比较大的 这个新能源来讲 新能源的话 我们看了一下数据 就是因为就是这一波的一个调整 有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持仓过大 然后做到的一个仓位腾挪 然后使得它的一波调整 我们看到去年7月份的时候 新能源的公募持仓的一个仓位 是达到20% 然后到现在是在16% 那我们看到过去10年 就是行业板块上 只要达到公募金仓位到20%之后 它会出现的一个表现 第一个是会出现调整 调整的时间的话呢 就是从20调到一个持仓的一个 第一位的一个时间 最少是三个季度 最长是10个季度 那么从这个时间来看呢 可能还是不够 所以就是那回到创业板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里即使下个月 能够在时间上起稳 也不会引领市场上行 就不会做一个 就是领头样的一个作用 还是偏弱势震荡 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如果从内部的结构来讲的话 就是因为毕竟新能源 对于创业板的这个权重 实在是影响的太大 是吧 别的方向也没有什么能够接力的 那创业板短期是不是还会继续跌 还是说有望止跌起稳 李鸿宇怎么判断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创业板我们认为呢 就是目前的整体的 它的一个预期没有发生变化 因为从行业分布的角度来看的话 主要是创业板的这个新能源的 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比较多 那么新能源它面临两个问题吧 第一个就是关于产能过剩的一个问题 对吧 这个也是引发市场担忧的 我以光伏为例吧 在过去几年呢 光伏上游 其实你看它的价格变化 是吧 基本上是没有向下的一个波动的 然后从近期来看 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 实际上从上游的这个 硅料和硅片来看的话 实际上一些龙头公司出现了一些调价的情况 对吧 出现了波动了 第二个呢 还是担心出口的这样的一个减弱 因为我们主要的光伏出口这个占比实际挺高的 包括我这里有个数据 2022年我们出口欧洲的光伏占比占了46% 然后今天又有这个事件性的这样的一个引发吧 使得这个市场对于海外需求减弱呀 也产生了一个情绪的一个波动 所以呢 我认为呢 目前整个创业板从这个市场交易的情绪上来看的话 是没有太显著的一个变化的 所以我认为创业板可能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去消化 这是我的观点 好 学校怎么判断 从技术上来讲 其实上上周对创业板来讲 就想很想出现这个止跌其稳的一个迹象啊 就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其实上上周市场的话 这个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反弹 但是在这个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反弹的情况 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的情况之下 反而没有出现反弹 继续往下去压 那一般来讲 我们从市场的角度来讲 基本上就要要注意这样的一个 这个空头持续的一个止损的动作 这是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一般会秉存的一个理念 所以创业板的话 在该弹的时候没有去弹 反而继续往下压 到现在的话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恐慌情绪 那么我能讲的一点就是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 很多时候的话 这个风险是越跌越 风险越大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在创业板应该是显现出来的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 去做一个评判的话 那么接下来很有可能是阴跌啊 就是这个角度的话 这个是当时在之前的话 这个我们说指数 缩量的时候可能经常会出现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业板的周线级别 其实周线的话 已经是连续七周的一个调整 而且是每周都在调 所以从跌幅的角度来看的话 第一个是日线级别到了前期的这个箱体的一个位置 第二个的话周线级别的七连周之后呢 从时间的角度来讲的话 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喘息的机会 但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 确实还是难以去预计啊 所以目前我对创业板的理解就是 可能这个位置呢会有一些这个底部的一个落反弹的一个横盘震荡 但是从空间来看的话 现在只要新能源这一块的话 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不是技术上的 是政策或者业绩上的一个这个情形逆转的话 我觉得这里是很难的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看 上次我们聊过创业板指数和创业板中指 它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那但是我们我今天也看了一下这个 创业板中指的这个走势 其实现在也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头的一个结构 所以对于目前的结构来讲的话 还是提示啊 就是可能风险或者说这个 短线抄底的这个时机应该并不成熟 好的 好 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具体的操作思路啊 因为今天整个新能源是非常拖累市场的 但是呢像中字头 然后像中药 然后像半导体 还有数字或人工智能 就这几个方向盘中还是一动过的 但是呢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边这么弱 这边呢有涨幅有的都不小了 还能够继续这么拉开他们之间的这个剪刀叉吗 稍后咱们来听一听三位的观点 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平台来和我们实施互动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 郑林你好 好的主持人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加加油时刻 互指再度考验相提下言之称 而个股广泛性在今天市场当中表现不佳 仅有不足700家公司上涨 而市场情绪更是降至冰点 往往市场情绪冰点之后会迎来情绪性的修复 那么情绪修复的背后其实更多的取决于资金的参与程度 那在接下来市场情绪修复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方向值得重点 关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提板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药板块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重点的跟大家进行过分享 我们看到中药板块今天早盘 在指数低开下行的过程当中 中药板块短暂震荡之后开始了逆势拉升 而资金保持持续的流入状态 从技术形态来看 中药板块属于逆势平台突破 而这突破的背后自然是离不开资金的大力支持 从下方的超级资金 我们也不难发现 大资金已经在今年1月份开始逆势建仓低息了 然而随着中药板块整体形态的突破 北上资金6天里面净买入5.16亿 机构资金两天里面也买了3.58个亿 后市有希望依托于这一平台 走出一波独立的上涨行情 所以我今天把中药板块当中 有资金深度参与到的方向 都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下载有看头家APP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 在中药板块当中低位启动的 且资金深度参与的案例品种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中药板块当中的第一个案例方向 该品种从去年12月份开始调整 累计跌幅也超过了28% 这也说明风险在这个位置 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今天盘中更是逆势放量站上60天均线 下方的超级资金又刚好在底部横盘震荡的同时 进行了打压式的建仓 那随着趋势的转折 机构资金三天里面净买入8234万 这也说明了机构资金其实也在挖掘底部 确定性强的品种进行关注 那我们当然可以跟随大资金建仓的品种来进行 低息埋伏 所以我今天把中药板块当中 第一位确定性高 机构资金又大举流入的方向 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汇总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份重磅的投资资料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药板块当中的第二个案例品种 该公司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横盘震荡叙事之后 今天也迎来了逆势突破后的加速上涨阶段 同时筹码风也在今天迎来了突破 从下方的超级资金也不难发现 股价横盘叙事的过程当中 机构资金却在进行加速流入 这也说明接下来随着这根标志性的阳线出现 该品种有望走出一波独立的上涨行情 所以说关于中药板块当中更多此类个股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机构资金在今天盘中 纷纷抢筹的低位启动中药板块当中的核心品种了 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下高弹性的科技方向 今天盘中AIGC概念和ChatGPT等板块再度迎来资金的关注 这也说明资金除了挖掘低位的方向关注之外 对于科技股的关注度热情依旧不减 所以我们最近一直提到的人工智能方向 依旧可以进行重点的关注 但关注的点依旧是以低位轮动的补涨方向为主 因为人工智能板块 目前是在一个大的箱体搭建的过程当中 而内部的个股 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低位趋势已经转折 且由主力资金介入的方向 来进行重点的把握和跟踪 好的 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一定要在高点卖出去 还没信号来不及了 常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又跌了这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聊聊操作 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当中活跃的方向 首先今天是农业股 但是今天活跃的农业股和昨天也不通 然后可能大家就是倾向于有一些 比如说防御吧 所以会选一些这样的一些相关品种 然后光伏今天跌了有2.6% 组建的公司 德业还有逆变器的公司 都是跌幅非常大的 大宗商品大跌 所以今天周期股也是大幅的下跌 有色这个跌幅更大一些 银行股在盘中一动 今天中国银行涨了接近3% 工商银行也有1.3%的涨幅 人工智能今天主要是AIGC 还有一些CHAT GPT的相关品种表现得非常火跃 而且有多支个股也是创出了阶段性的新高 医药依然是震荡 那么信创板块并不强 是一个缩量的调整 人工智能也是一个缩量的调整 半导体间是有个上影线 但是成交量呢 还是维持最终跌了0.76% 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从整个防御的角度 包括像赛道的角度 看看怎么看 今天是农业股比较强 杨敏觉得农业股就是大家 因为它每天反正品种也不一样 你是觉得大家现在可以作为防御的选择吗 我觉得农业股两个方面原因吧 一方面的话就是今天因为市场比较弱 然后就是资金主动的去选择一些防御品种 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昨天农业 也是有一些刺激性的就是政策力好 所以我觉得这块的一个持续性 可能并不是太好 这块我觉得就放过吧 好 那今天这个市场呢 其实像光伏大宗都是出现调整 只有人工智能还有部分品种活跃 你给大家分析一下吧 因为之前你也说过 就是数字这个方向还是可以看的 数字呢像移动 真的快接近茅台了 这个市值 人工智能呢 今天是应用相对更强 你接下来怎么判断 我觉得首先就是从中期来讲 整个数字经济也好 范科技也好 就是整个行情是没有结束 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一条主线 它结束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特征 比方说就比如说就是最大市值超过茅台 那么这个的话今天已经有点接近了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情绪上是不是有过连续的拉伸 包括就是市场对于整个范科技 整个数字经济是现在是疯狂的感觉 还是偏理性的感觉 这个其实大家都有答案 还是相对来说分歧是比较大的 然后包括仓位上的话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做弹挪 就是新能源的仓位弹挪到TMT上 那目前TMT的一个仓位 还是在过去10年百分位的32 就其实它的一个持仓占比还并不高 所以就是从中期角度的话 我觉得整个范科技也好 数字经济也好 这个行情没有结束 那么从短期而言的话 我觉得就是有两个看点吧 第一个的话我们从走势上来看 我们看到就是数字经济 就是从日线来看的话 现在的一个板块日线是调整了21天 也是到了一个窗口期 而且呢就是我们看到 最近的这个数字经济 这样的一个箱体当中 基本上是回踩到中阳线的开盘价之后 就会受到支撑 然后第二天就会有反升向上 所以就今天其实也是到了一个阳线开盘价附近 那么从正常角度的话 明天应该来讲是会反升向上的 但是因为前面也是讲过 就是现在的一个数字经济和指数的一个减刀差 拉得有点大 如果明天指数没有止跌的话 那么会拖累数字经济 就短期会拖累数字经济 还有点的话 就是因为这周其实一些催化季也慢慢落地了 无论是这个百度的一个发布会也好 还是说PT4.0也好 就其实已经落地了 那么如果说明天指数没有止跌 那么可能短期数字经济会有一定的一个调整 但是我觉得趋势上还是保持震荡向上的 好 数字经济也好 人工智能也好 听听李鸿宇怎么分析 是这样 我的观点可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个人还是偏乐观的 特别是关于数字经济这一块 那么其实最近最热的就是ChatGPT这个概念 包括今天像我们国内的某大厂 也发布了它的一个对标的产品 对吧 那实际上 就是说咱们这个市场的今天这个表现 就是我觉得其实早就分化了 对对对 那今天表现其实呈现一个就是这个一个 冲高回落的一个特征 回落比较明显 但是我觉得呢 未来我的观点很明确吧 就未来的话 我觉得认为这个板块实际上是有反复活跃 不断活跃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存在的 因为我们从底层的一个逻辑去分析 就是这个ChatGPT 那么因为它是从2019年开始搞的 然后2022年的11月份 它就开始推出来 然后呢短短的时期 很短一个周期 它的用户就超过了一个亿 然后它后来也推出了它的一个付费的一个版本 那么这一块的话 就跟我们过去炒作的这种存概念的一些题材 有本质的区别 你看过去我们炒的一些像元宇宙呀 你想一想 它更多的是一种题材的炒作 它要成熟到商业应用 那现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ChatGPT这个题材 包括国内大厂今天发布 实际上它在2月份的时候 它明确表态是要内册三个月再出来 公开媒体的报道 然后呢 后来它就表态3月16号就出来 这个周期其实很短的 就我个人认为呢 像这一块 就目前来看 可能它商用的这样的一个周期 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很多 那么一旦商用之后 未来它可能会有 我们看到它的收入 看到它的利润贡献 所以我认为从这个商业应用的层面 这个会持续的成为这个板块 催化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认为呢 未来会反复活跃 这是我的观点 好 徐希瑶呢 怎么看人工智能或数字经济这个方向 我觉得可交易性的机会的话 应该肯定还是在这个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大的一个板块当中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大家能看盘的话 如果也能看得到 就是能够带领情绪的一个异动的 这个两大方向 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以低估值央企 现在延伸到了一带一路 和我们说的数字经济 现在延伸到了部分的这个低位的芯片 最近还是明显的异动 那我们就分两类来讲 第一个就是强势一点的 就高位的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数字经济相关的这个方向 其实已经是严重分化了 我们举个例子 以人工智能的这个核心的一些高位的品种来看 当时的话 这个年后回来 其实是最看好的 连续的一波上去了 但现在在高位大概横了 应该有一个月了 那陆陆续续有很多品种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已经横着横着 慢慢的开始重心下移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说最强的在高位横着 等到等待后面的补涨的话 如果高的开始往下去掉的话 那么补涨这样的一个异动的话 很有可能会有这个结束 或者短期情绪回落的一个信号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第二个的话 从这个芯片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最近的话是联系的异动 这样中芯的话是涨得比较强 但是最近又最近这两天的话 这个低位的芯片这里频频的发出这个大基金减持的这样的一个信 一些消息那对短期的这个情绪可能会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压制 那昨天出现了万业企业 今天的话又出现了另外一个 所以这些的话可能大家会去猜测 如果说低位的板块在数字经济这里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补涨的一个异动的话 那这个板块高位的很有可能也会出现情绪的一个回落 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 这里的风险或者说这里可交易性机会应该是不大 可以去等这个短线调整之后再去找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 但从量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不管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人工智能 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一些这个后应该是下游了 比如说这个智慧城市啊智慧交通的这样的一些品种 其实它的成交量包括之前的龙虎榜龙虎榜的这个情况来看 资金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所以如果跌下来的话 或者说我们去寻找比如说20天线 我觉得或者说60天线这样级别的低息的买点的话 我倒很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位置的一个问题 好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就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呢今天这个带着 因为大宗商品下跌 所以带着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周期股市大幅走低 尤其是像有色的一些相关品种跌幅比较大 杨敏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的 大宗商品其实和美元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反向关系 互相关系的 然后我们看到往往在美元加息的尾声 会出现一些加息的尾部风险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就比如说2014年的这个下半年 包括今年就当出现一些尾部风险的时候 美元往往会因为避险情绪而上行一段 那如果说美元有一段上行 对于大宗商品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利空 但是这里说的大宗商品呢要分成两块 那一块的话就是大宗工业品 还有一块就是黄金 那就是如果是在避险情绪下导致美元的一个上行的涨的一个过程 那么往往会出现黄金和美元的同涨 所以呢就是这样说吧 就直接结论的话就是我觉得黄金在未来一段时间相对看好 但是大宗的工业品会因为美元的上行而有下行的压力 昨天也看到就是黄金股还是有表现的啊 包括今天就是但你会觉得比如说从涨幅的角度 有一些黄金股可能累计涨幅会比较大的一点 就在这个阶段你建议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贵金属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股票有时候会强跑 所以就是大宗和股票的节奏又是有一些分化的 我觉得就是在个股操作上的话 还是要选择就是逢低去参与 现在如果涨上去了其实还是要等待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跌幅非常大的 就是这个一直处在弱势格局的新能源赛道 今天是终于轮到了光伏的一些相关品种 其实前期车已经是非常弱势了 从上游的里矿然后到下游的整车 那今天呢是整个我觉得是整个光伏当中吧 还是相对之前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一些品种 出现了下跌 不管是逆变气也好还是组件也好 那是不是还有更大的这个进一步的调整的空间 怎么去看待李鸿宇 这样我觉得光伏这一块的话 还是跟着这个创业馆的这个观点是一致的 就是目前整个这个行业 整个赛道的这个整体的预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一个变化 那么光伏主要之前的一个调整呢 可能更多的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 市场可能担心的是这个产能的一个过剩 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像上游的硅料硅片 那个涨幅很大 那实际上大家如果投资者有这个兴趣去统计一下 去年通过这个定争告知大家 我要上光伏项目的上硅料硅片项目的这个企业有多少 大家可以统计一下 这个数据是很惊人的 所以呢到了今年之后呢 特别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上游的这个硅料也好 硅硅片也好 出现了这样价格的一个波动 那个市场就担心 担心就是我上游的产能过剩了 但是呢当时市场还有一个交易的情绪 就是上游的降价 利好我们下游的电视片组件 这样的一些领域 但实际上回过头我们去分析这个数据 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海外需求的这样一个减弱 那么海外需求我认为呢有两个维度 第一个呢就是欧洲的这样的一个经济 衰退的这个预期出来之后呢 市场会担心你出口会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对吧实际上去年我们的数据 刚才也介绍了就出口的欧洲的 这样的一个占比是46% 然后呢今天又有这样一个短期的 事件性的一个催化 使得光伏短期的交易情绪还在往下走 那么我们认为呢 目前这个情绪 我看还没有看到这个见底的因素 就是没有看到这个好的消息 能够去对冲掉负面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呢光伏可能短期还是面临调整 还是需要去消化一下 这是我的观点 好 徐晓简单补充一下吧 今天的事件的话就是有两个传言啊 就是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某机构的一些这个观点 就是传言的话 其实相对来讲 如果能够这个确实实现的话 对我们这个光伏的这个相关的企业 是有影响的 但是这个机构的这个预测的影响的话 就是出口的一个占比 可能大概在10%到20%左右 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 我们的这个组件跟逆变器的一个占比的话 一般组件是在80%左右 逆变器在60%左右 那如果是要控制在这个 他们传言的这个65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的话 其实还是有空间的 尤其是现在我们说到这个整个行业 是属于这个价格和产量的话 都需求的话都往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出现这种利空啊 确实很伤市场的情绪 所以从整个市场的技术的角度 包括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利空的因素 虽然还没有落地啊 角度来讲的话 资金的话应该是比较恐慌 第二个的话 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光伏里面的一些 这个部分的公司 出了一些这个年报的一些业绩的情况来看 有些公司像特变的话 出了这个年报业绩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跌的并不多啊 但是在这种业绩好的情况之下 没有去涨 也再一次说明在这一块的话 其实资金对他们的关注度啊 是不强的 所以短期来看 我觉得从操作的角度来看啊 不管是去抄底 还是做顺势低吸 目前来看的话 这里的话 可能还不是最好的一个时候 我觉得还要先看一下 整个跌的最多的 现在是这个新能源车 它的情绪没有修复的话 我觉得后期的这个 这种反复的这样的一个 多杀多的情绪的话 很有可能还会延续一下 好的 好 稍后回来呢 咱们来说一说啊 明天具体的操作建议 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好的 主持人 今天周四 我们看到指数是继续维持调整的态势 最近一段时间啊 整个市场的温度比较的低 相信对于我们的股民朋友来说 也确实是一些煎熬 那究竟现在指数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或者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我们不妨来把上阵指数 做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个图形的处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长时间的阶段 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上升趋势 那在这个上升趋势轨道当中呢 下轨和上轨是比较的清晰 我们把前两个低点做一条连线 那么目前股价回撤 正好到了这个连线位置的下轨位置 所以我们认为按照趋势来看的话 未来上涨的概率也比较大 当然未来的上涨也都是稳中有进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一马平川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注意 在当下其实买股票的风险 要远小于在上轨买股票的风险 虽然现在大家的心情呢 不一定特别好 所以我们还是提示到大家 在这个时候我们逆人性的去做一些操作 或许最终的结果会超出我们的预期 好说完上升指数以及我们的观点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些机会的层面 我们先来看一下财报季的两层机会 第一个就是年报预增股价被错杀 那这个点呢 我们在昨天已经送出了年报预增低位错杀优质股的名单 如果没有领取的话 不妨趁着股价现在调整 赶快领取拿回去参考一下 那第二个层面呢 就是已经在启动了 之前是错杀 错杀完之后呢 你要等待它启动 所以我们认为第二点就是年报预增的低位启动 而低位启动从操作的角度来说 它更具操作意义 好说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看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板块以及个股 第一个我们从历史走势来看 为民医药 这只个股呢 是在2020年年报大增了超两倍之后 成功的实现了趋势的扭转 启动价在8元左右 启动市值呢只有56亿 而启动时间呢 是在2020年的3月初 随后大涨3倍 另外一个是医疗器械里面的热井生物 那这只个股呢 在2020年年报是大增了超两倍 启动到最终的完成的一波上涨是整整上涨了6倍 这个时间呢也是在3月初 第三只个股我们来看一下 是属于房地产的天保基建 这只个股当时启动只有3块钱 市值只有30来个亿 而启动之后 那这只个股呢 在年报大增将近一倍的前提下 上涨了三倍有余 所以我们觉得年报 或者说它的业绩企业盈利 是支撑股价最核心的一个要素 从这个维度我们去挖掘潜力的股票 或许在这个时间阶段 能够抓住牛耳 接下来我们来再复盘一下 过去财报季的标杆浓头 都具备哪几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启动时间呢 往往是在三月初或者三月中旬 也就是现在 第二个呢 整体的位置比较低 价格呢也比较低 第三个就是业绩高增长 这样的话呢 它会有预期差 所以未来成长空间呢 会有比较强的一个 这个向上的一个动力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份资料 就是业绩大增 注意是低位浓头的精选名单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来领取这份名单 接下来我们具体依据这份名单 看一些股票 第一个股票呢 是最近其实整个市场表现不错的中药板块 它属于中药板块当中的一支案例 它的已经确认年报和一季报呢 都会有一个大幅的增长 那近期机构呢 对其也进行了密集的调研 从独有我们的经纬操盘数 独有的这个启动信号 紫色起报信号来看的话 在昨天发出的紫色起报 今天继续逆势上涨 按例二我们看一下 它属于高紧期行业小市值 既然紧期度高 所以说它的年报业绩预告是翻倍的 多数机构也给出了买入的评级 它是经历了前一个阶段的上涨 当然这是周线 随后长时间的回落 在这个位置呢 也形成了一个上升趋势线的一个支撑 按例三我们看一下 它属于通讯设备的核心 也是近阶段啊 这个市场的一些热点 那股价呢 是在10元以下市值比较小 近一周获得公募基金 在内的数十家机构的密集调研 在今天市场调整的时候 逆势发出了紫色的起报信号 所以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业绩大增 第一位新农头的精选名单 大家领回去好好参考一下 好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就可以直接领取了 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 也可风华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打造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涂败风华 经典力求明星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开盘了 开盘了 这次一定要在糕点卖出去 还没信号 来不及了 何必如此着急 一起炒股吗 扫码关注 仙人指路 常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又跌了这么多 何必如此难过 一起炒股吗 扫码关注 仙人指路 MAC的警察 花生旅 夺孔写 VOL 咱们夺呀 我也看不懂啊 何必如此为难 一起炒股吗 扫码关注 仙人指路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几几总会有的 何必挑灯夜战 一起炒股吗 扫码关注 仙人指路 仙人指路战法 既简单又实用的战法 图文并茂 多孔指标一言锁定 学习操盘优选 仙人指路 家职一算 今日要刀 一开股业 今日要开盘 我要梦啊 你用成的股仁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撑我的 撑我的 脚风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你可以一天 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刷短视频 也可以花大量时间 盯盘了解资讯 但我希望您可以抽出15分钟的时间来 学习一些真正实用的投资技巧 寻找一套属于自己的投资方法 这套七天绝金新龙头 每天只需要15分钟 可能让你不靠消息 不凭运气 而是通过理性的分析 不断取得进步 不管有没有时间 我都希望你能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来一起学习这个七天 绝金新龙头 只要15分钟 它会带你学习股票投资的奖别规律 和13种投资技巧 还有专业的导师实时互动答应 也许可以让你少走弯路 不再盲目的嘴掌杀猎 记住啊 学什么都不如学方法 赶快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一起来学习吧 老凤翔提醒您收看今日故事 好 欢迎回来 一年之机在于春春耕布局正当时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加APP 注册新用户就可以现实的免费领取 春耕A股投资宝典 捕捉市场的风口 智能筛选每一个交易日强势的个股 大咖直播保驾户航 投资不再是难题 现在下载呢 还可以加量的领取超级买卖指标套装 配套课程是永久观看的 更多好理在等着您 欢迎大家去下载并登陆 有看头加APP 好 接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明天是有新股可以申购的 明天可以申购的新股还比较多 有四只新股 两只创业版的公司 两只护士主板的公司 同时呢 明天也会有两只新股上市 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短期是否仍然会进一步的调整 选A的比例达到了75% 认为会 选B的只有25% 整体来讲大家这个情绪 今天真的是非常谨慎了 仓位的情况呢 咱们来了解一下吧 看看是不是也是 减仓的比例大幅上升 果然如此 减仓的比例呢 今天有32% 这是非常高的一个选择比例了 最后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 首先在北向资金方面 今天是小幅流入7.87亿 户股同时流出的6.95亿 深股同时流入14.8亿 净买入居前的是长江电力2.99亿 TCL中环2.6亿 净卖出居前的是中国平安9个亿 龙基绿能5个亿 这是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 基本上是一个走平的状态 好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短期的一个操作建议 看看结尾怎么看 杨敏什么建议 我觉得因为前面是讲过 现在是在一个临界点嘛 所以是要做好量手准备 或者说操作上的应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市场在两个选择当中 两难一个的话就是因为外部事件的一个影响 就是市场已经在开始定价这个美元的衰退 所以就是现在大宗商品跌 或者就是股票市场跌 其实是在交易衰退逻辑 那还有一个逻辑的话 其实就是在原来就是加息到后面 今年就是到今年尾声的话 可能有降息的这个预期 对流动性带来的一个利好 所以这两个当中肯定会选择一个 当然如果是后者的话 那明天应该来说就可以起稳 但如果前者的话 那么调整级别就会扩大 那我觉得应对到 就对应到操作上的话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明天不能起稳的话 其实还是要控制一下仓位 但如果说反过来说 明天如果能起稳 那我觉得原来的这个主线会加强 因为本来中字头也好 数字经济也好 是在调整的当中是比较强的 那如果明天确认还在相提当中 那么从新能源出来的钱就会加速流入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 如果说明天调整没有起稳 那么我觉得数字经济短期也会被拖累 但如果说明天能够起稳 那么我觉得那两个方向会加强 好 李鸿宇觉得大家明天的操作建议是什么 我是这样觉得的 因为我本身来说 在今天这个时点我是比较乐观的 我建议各位投入者 应当去关注今天晚上外盘的一个走势 为什么呢 因为近期的风险事件出来之后 特别是昨天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 有新的机构爆出风险事件之后 各方的表态是比较积极乐观的 那么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号上 比如说不仅仅是表态要保障储蓄用户的 这样的一个权益的问题 而实实在在给出了补充流动性的 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应对措施 所以从这个节目开播之前 欧洲股市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 这个反应是比较热烈的 那么如果说今天晚上 整个欧美对于监管部门 就是当地的监管部门 或者管理部门 做出这种表态 有积极的这样一个响应和回应的话 那么我认为的话 对于这个外部风险因素 那么应当是市场是认可 是可以去控制住的 那么一旦控制住了之后 明天对于我们A股的 一个情绪的修复 它显而易见 是有很好的一个正面的 一个作用的 因此我觉得 大家应该关注 今天晚上欧美股市的情况 那么从我个类预判来讲的话 我是偏乐观的 我也认为 这样的一个外物风险的因素 它是扩散是一定是有范围 你觉得明天可以参与什么 我个人认为 明天还是应当看一下 金融板块的一些表现 其实今天 整个的银行板块也出现了这样一个特征 那么第一个 我觉得银行本身就有天然的必先属性 特别是我们国内的上市的大行 对吧 那么第一个 它的股价的弹性 本来就不是那么的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大 第二个就是 它的股息是相对稳定 且可持续的 它一定是吸引长期资金 或者稳健资金关注的 那么在近期 如果说各位投资者 没有特别好的参与方向的时候 又想参与这个投资市场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银行里的 特别是国有大行的 这样的一些金融机构 那是一个选择之一吧 那这不还是防御吗 对 是不是 好 徐希瑶的操作建议是什么 我的感觉就是 今天的话已经出现了操作难度 加大的一个现象 就是如果我们从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 其实大家会切身体会到 就是比较难 那么在操作难度加大的 这样的一个盘口当中的话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还是要先控制一下仓位 这个仓位这一块的话 要做一个这个适度的一个降仓 因为市场的话 如果还会出现这个直跌企稳 或者出现反弹 我相信一定会出新的方向 而不仅仅是像这一周 我们所看到的两个老的 一种主题的一些方向 因为他们的位置都不低了 而且拉也拉不出去 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 那么如果出新的方向的话 你这个仓位再上上去 其实也是比较快速 比较合理的 所以这是从交易的角度来讲 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仓位降一下 或者把仓位控制一下 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觉得大家要适度的整理一下 自己的这个股票 池里面的股票 因为现在在这个位置 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 就是好的它一直在往上 但是目前也上不去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呢 差的一直在往下心低 那我觉得在自己的这个仓位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确实该去做一个整理 到底是留低的 还是把高的卖掉 去做一些加仓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大家要去思考清楚 因为现在的话 很多投资者 或者我们在目前状态 只能用仓位的一个角度 去做这个 做这样的一个腾挪 选股的角度的话 其实目前来讲还是挺难的 第三块的话 就是我们要去观察一下 就是接下来市场的一个 真实的一个方向的选择 因为今天这个位置的话 情绪很弱 但是呢 指数还有支撑 确实还是一个 目前没法去选方向 或者说没法去判断 一定会怎么走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里的话 分歧确实也是比较大的 那现在的 我觉得就做两手准备 就如果是反弹的话 那么必须要去做第二类的操作 就是把股票这里要腾挪一下 如果是继续往下杀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反而可以去找一些 你之前看好的一些品种 到了支撑位的时候 做一些差价式的操作 不管这个位置怎么做 我觉得现在趋势类的操作 暂时先别去做 更多的是做一些 差价类的操作 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等到市场情绪 包括外围的一些因素 提稳落地之后的话 我觉得后期 我们再给大家看趋势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